iQOO NEO 5入网 搭载骁龙87071剑芯 对标RAMI K40 近日关于iQOO手机的消息频频曝光 作为Vivo旗下主打高性能高性价比机型 iQOO系列可谓是出道及巅峰 当然该系列除了顶级旗舰的数字系列之外 还会有一些主打终端性价比的iQOO NEO系列 按照惯例 iQOO会在3月份正式推出该系列的新一代旗舰机型iQOO NEO 5 近日数码形调战晒出Vivo一款终端新机的入网图片 从照片当中可知 该机充电器支持20伏3.3A 最高66瓦的超级快充 同时博主透露新机将会采用双电芯闪充方案 结合此前爆料与评论来看 该机或为即将发布的iQOO NEO 5 值得注意的是 博主还表示新机将搭载 骁龙870旗舰芯片 不久前有数码博主 在微博曝光了iQOO NEO 5的工程机叠招 从照片可知iQOO NEO 5采用居中打孔显示屏 从前置孔镜来看相较于前代 有着明显的减小可以有效降低 开孔对于屏幕显示的影响 此外系统界面还显示iQOO NEO 5的核心参数信息 除了已经确认的骁龙870处理器之外 该机还配备8GB加3GB的运行内存 据推测应该是iQOO 7机型上所搭配的内存融合技术 不仅如此iQOO NEO 5还搭载居安卓11的操作系统一家方面 此外有消息指出iQOO NEO 5屏幕将支持120Hz刷新率 位置至少4400环时电池支持66瓦或88瓦的闪充技术 这一体的是Realme K40系列将于下周与公众线变 那么iQOO NEO 5究竟能否与其有一战之力呢 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其实交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